这个在法庭上狡辩的人 曾是四川地下土皇帝刘汉 20年疯狂敛财400亿 轻易改变了一座城市的发展规划 被捕后甚至扬言 富国籍以下不配办他的案子 那么此人到底有何来头 最终结局如何呢 2013年 正在法庭上接受审讯的刘汉 浑身透露出嚣张跋扈 被问及罪责 一概拒不承认 或有身为土皇帝法律能耐我何之意 显然他背后是有一股庞大势力在支撑 其实早在2009年 刘汉就已经凭借势力 掩盖了一起所犯下的惊天罪行 当时四川德阳广汉市的一处街巷中 突然之间传出几声惊响 马路上的行人 猛然将目光聚焦到声响处 起初人们还以为是 小海湾鞭炮发出的爆炸 然而令所有人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 抬眼看去有三个人横躺在街角 随即众人凑近观望 竟然发现他们身中竖枪 早已没了呼吸 在场围观群众 见此纷纷惊恐地逃离了现场 案发地周围的邻居 迅速知晓了这一险情 坐立不安之下 向当地警方打去了电话 随后 民警接到报案 当今明白了事情的严重性 火速组成了一支调查队伍 赶往案发现场 经过警方仔细调查和比对 发现作案者的幕后老大 正是刘汉的亲弟弟刘伟 而被枪杀掉的三个人 是刘汉的商界死对头 此话一出 广汉人民瞬间惊出一身冷汗 原来当地人 但凡是听到刘氏兄弟名号 便本能地想到 他们一手遮贴的势力 同时为了避免招来血光之灾 纷纷闭口不谈 这一状况 也间接为警方搜集刘汉的犯罪证据 增加了难度 不仅如此 就在枪击案发生前 刘汉为了开脱弟弟的罪行 上下打点了绕不清的关系 这才让警方的侦破 处处碰壁 案件一时之间陷入了僵局 事实上 这并不是刘汉第一次这么干了 早在1999年 他和弟弟也通过同样的方式 杀掉了对手 上世纪末 广汉当地还有一号黑道大哥 名叫王永成 他旗下的势力不可谓不强 很长一段时间里 都搞得刘汉头疼不已 为了彻底除掉这个老对手 刘汉使出浑身解数 终于想到了一个两全其美的办法 是既杀了人 还没被警方抓住把柄 刘汉秘密沟通了买卖方 一通操作之下 搞得对手失去了一个大单子 王永成顿时怒不可遏 发誓一定要炸掉刘汉的汉龙集团大楼 可王永成殊不知 这正是刘汉的想要的结果 随即他就被对方派出的马仔枪杀 此消息一出瞬间轰动当地 百姓们第一次认识到了刘汉的猖狂 警方第一时间接到了报案 认为正式抓捕刘汉的好机会 随即迅速出动 可一番调查下来 还没来得及理清楚线索 就莫名其妙 被上面命令调查其他案件 这件枪杀案的调查暂时被搁置了 如此看来 刘汉必定是通过背后势力网络 及非法手段 这才让逃过了法律的制裁 然而令许多人有所不知的是 刘汉的猖狂并非一朝一夕产生的 他昔日其实也是个普通工人 只不过家境的贫寒 让刘汉走上了黑社会 从此便在这条路上越走越远 成为了川西坝子 乃至整个四川都人见人怕的地下皇帝 曾经的四川高启强到底有多嚣张 二十年疯狂敛财四百亿 手下有一个牌的武装力量 帮他杀人放火 可以说此人猖狂到无人敢惹的地步 刘汉曾经凭借背后的关系 多次顺利开脱滔天罪行逍遥法外 但事实上 这位只手遮天的人物 起初只是一名普通工人 就在刘汉二十岁那年 他被分配到了一家化工厂内当卯工 每个月拿着令人羡慕的工资 同时还有不少生活福利 完全堪称是铁饭碗 然而刘汉被自己的野心驱使着 很快就把心思完全放在了发达材质上 他的家人也察觉到了一样 纷纷苦口婆心劝说起好好上班 不过一切都是徒劳 原来 尽管刘汉的父亲是位教师 但家中还有五个还在要养 因此家庭并不富裕 甚至可以说是挣扎在贫困线上 可能正是这一遭遇 使得刘汉心中过早萌生了 对金钱非同一般的渴求 只是一直没有机会 随后 刘汉赚大钱的想法提出没过多久 他便伙同几个要好的朋友 开始售卖建材 虽说第一笔生意坎坷无比 但还是赚了不少钱 尝到甜头的刘汉 比任何人都兴奋 野心当即爆发出来 提议从今往后倒卖的建材 都必须偷工减料 这样才能赚到更多的钱 朋友们听见刘汉形容的天花乱坠 不加思索 就同意了这一想法 并以此赚了人生第一同金 可刘汉并不满足现状 他认为不择手段 远比老老实实来钱快 于是彻底辞了铁饭满工作 转头拿着钱 开了一家经营赌博活动的非法娱乐厅 刘汉的家人吓得不轻 再次劝他浪子回头 尽早收手 以免遭受牢狱之灾 可铁了心的刘汉 根本不可能放弃嘴边的肥肉 当即拒绝了家人的恳求 不久后 刘汉的娱乐厅 让他大发一笔横彩 使其摇身一变 成为了当地的有钱人 随着自身知名度越来越高 刘汉也是愈发膨胀 转眼间又将赚钱的眼光 放在了期货行业 然而 钱角刚迈进了这个市场 他便猛然发现了一个致命的问题 那便是 其没有任何相关的专业知识和经验 产业链也就完全运行不了 但刘汉并没有因此放弃 而是不择手段 运用非法途径 打通了期货这条路 并立即用超低价格买进巨量大豆和钢材 再转手将货物高价卖出 不出刘汉所料 这样破坏市场的行为 很快引起了同行的不满 不少人都把矛头对准了他 甚至有人扬言要杀掉他 为此 刘汉早有准备 他的娱乐厅有很多二流子回头客 俗话说 一回生二回熟 这些不学无数的混混 没过多久 便认识到了老板 于是 刘汉开出了优厚条件 招揽这些马仔 而这些二流子们 哪里见过这样待遇 想到没想 就踏进了队列 随后 有了马仔的刘汉 毫不畏惧期货同行的声讨 当即亮出了麾下的底牌 让期货市场 近乎一瞬之间安静了下来 并以此做威胁 迅速垄断了当地这一行业 然而 另不可一世的刘汉 所想不到的是 他高调的行事风格 吸引了生意对手的眼光 随即遭受到了 对方的疯狂报复 曾经的四川地下皇帝刘汉 有多猖狂 手下有一个牌的武装力量草菅人命 二十年疯狂敛财四百亿 建造商业帝国 甚至被抓了都扬言复国籍以下 不配办他的案子 不可一世的四川地下土皇帝刘汉 依靠涉毒性质的娱乐厅 以及垄断当地期货市场大发横财 与此同时 许多商界对手也盯上了他 并对其展开了疯狂的抱负 1997年春节前后 刘汉安稳地坐在自己的豪车座驾上 正与自己的亲信攀谈生意场上的事情 然而还没等刘汉反应过来 坐驾侧面的一辆轿车便静直冲了上了来 刘汉的司机敏锐地发现了这一异常 他猛然一打方向盘 企图甩掉对方 可令他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 那辆轿车迅速跟了上来 并与刘汉的坐驾并排齐驱 随着连续两声枪响 将坐驾逼停在了原地 但事实上 这两枪并没有伤到刘汉一分一毫 仅仅只是让坐驾多了两个窟窿 劫后余生的刘汉 敏锐意识到了一个严重的问题 如果没有与自身实力相当的武装力量 多年来赚到的钱都将复制一具 随后刘汉为了自身的安全 迅速组建了一帮带枪马仔 两者几乎是形影不离 值得一提的是 后来刘汉被查处之时 警方亲眼见到了一个牌的武装队伍 其中制式装备应有尽有 这番场景让在场经验丰富的老民警都大感震惊 而刘汉认为只有武装队伍还远远不够 牢靠的关系网才是真正的王牌 他通过在牌桌上假一书前实则行贿的方法 非法得来了一张堪称牢不可破的关系网 随着刘汉实力的不断增长 他的胆子也越来越大 又在绵羊成立了汉龙集团 然而绵羊当地百姓还没来得及 接受这个突如其来的公司 刘汉就毫不犹豫将手伸向了房地产行业 不久便看上了小岛村 按常理而言 开发房地不只要看当地百姓同意与否 拆迁的补偿款自然也不能少 可刘汉偏偏不按常理出牌 他对居民的反对冲耳不闻 不仅如此 拆迁赔款还少得可怜 于是引起了居民的反抗 气急败坏的刘汉 当场叫来全副武装的马仔们 举起凶器便将带头反抗的村民活活打死 百姓们无奈只能被迫拆访 紧接着 肆无忌惮的刘汉的胆子逐渐膨胀 便有了前面提到的两起枪杀商界对手的事件 然而刘汉早已明白自身作孽太多 当即便着手将自己洗白 花仲金为各地修桥修路 甚至还捐钱修建了五十多所希望小学 一度让不知内情的人误以为他是慈善家 可恶暴不久就来了 2013年当地警方为了不打草惊蛇 火速将调查刘汉罪证的药物通知了湖北警方 当即派出多支民警部队分别在广东 四川等地搜集线索 没过多久 刘汉就被民警抓捕 并很快被带到法庭上受审 随后面对法官的审判 刘汉竟然猖狂地表示法院还不配审理 同时面对确凿的证据 他竟然拒不承认 然而接下来妻子的出场 让刘汉的精神防线瞬间崩溃 他哽咽着一个劲对着妻子说对不起 可后悔为时已晚 危害一方的黑帮教父刘汉 被当场判处死刑 并没收全部财产 事情终于告一段落